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英國留學之前 你絕對想知道的五件事 第一,學費是多少呢? 其實學費是視乎你是讀什麼系和課 例如我這個系,因為我是商學院 我的課是企業傳訊市場和公共關係 總共是22000英鎊 即是22萬港幣 或者是88000台幣 普遍在商學院大約是二至頭二十幾萬 有些科系,例如我一個室友 它是英文教育 一年大約是十幾萬人民幣 所以學費是多少呢? 就真的視乎你的科系 而且每一間學校的每一個系的學費都不同 例如我之前看另一個大學類似的科系 是十幾萬,十八萬港幣 所以我這一個是會貴少少的 第二,就是住宿 其實英國學生的住宿是分開幾類 你可以選擇 住在學校的宿舍或者是私人租房 那我先說學校宿舍 我自己就是住在學校宿舍 那學校宿舍是分開三類 第一類就是我現在住的這類 就叫做Standard Standard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獨立的單人房 但是你們的廚房和廁所是共用的 但例如我這一層 就有七個人有七間房 但是我們是有三個Bathroom的 有一個就是獨立的廁所在裡面 另一個就是浴室在裡面 第三個就是浴室加馬桶 所以如果七個人住在這裡有三間Bathroom 其實我覺得是夠的 而第二就是Anne Suisse 就是說你的房間裡面是會有一個獨立的廁所 但是廚房是共用的 比較注重自己Bathroom的衛生 或者是私人的朋友 就最適合這一種了 而第三種就是Studio Studio其實好像整間屋一樣 你的房間裡面是會有廚房和廁所的 但是廚房就不是說間了房間給你 而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例如這裡是房間 睡覺的床 旁邊就是一些爐 那中間是沒有什麼隔著的 那我這裡就是4998英鎊一年 就是大概50元港幣 或者是20萬台幣 而我有些朋友都是選擇私人租屋的 私人租屋就是中介 他幫你租屋給你們的 可能有時候中介 他就跟整棟樓的業主有聯絡 所以通常我的朋友 整棟樓都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有時候是跟住在學校屬性沒有分別 可能你隔著樓桌子都是你大學的同學 而私人租屋都是有不同的類別 可能是到立廁所 或者全部是共用的 所以你看清楚條款 還有在服務上 宿舍也分成兩種 一種是自我照顧 一種是有人照顧你 如果有人照顧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是有人定時定下煮飯給你吃 你會有飯吃 但是因為我讀的是Postgraduate Postgraduate選的宿舍 只可以是自己照顧自己這一項 所以如果你是讀學士學位的話 你可以選自己照顧自己這個選擇 或者是別人照顧你 第三 究竟生活費和物價是怎樣的? 那麼生活費和物價就視乎你是什麼區 我不是在倫敦 基本上不是在倫敦的物價都是比較便宜的 在這裡來說 我覺得除了電器 或者是有些品牌的衣服比較貴之外 基本上超市的價格 我覺得是跟香港差不多 深知有很多是便宜過在香港 例如藥物在這裡就真的很便宜 奶製品方面也在這裡是比較便宜的 但是你想買中國的食物 例如飯 或者中藥的東西 例如九幾 紅棗 那些就比較貴了 那如果你是在倫敦的話 我倫敦的朋友是跟我說 首先你搭地鐵是貴的 因為倫敦第一次車 就大概一至兩英鎊 十幾二十元港幣一程 而且那個餐廳大概是十幾英鎊 一餐一個人 但是如果我在Lise 大部的餐廳我都是八至十鎊 就可以成交的了 而超市的物價 也是比一般倫敦以外的城市是貴的 所以這方面大家就要做好一個預算 第四 關於簽證 如果你是國際略學生的話 你需要申請Tier 4的Student Visa 就是一個學生的簽證 這個簽證你就可以在英國留一年半的 因為你申請Visa的時候 你是需要等你碩士的那間大學 出一張錄取信給你 而這個錄取書 就要基於你學士的那間大學 正式的畢業證明出來 所以你要等到正式的畢業證明 其實也是要有一段時間的 當你一立即收到那張證明的時候 你就要立即去申請Visa 不然有時候會怕趕不及 我記得我那時候應該是六月幾的時候 才收到大學學士的那張證明 然後我才可以去搞那個英國簽證 其實中間也挺講一下的 第五就是讀多久 其實如果在英國的話 學士學位就讀三年 而碩士學位一般都是讀一年 碩士也有分是售科式或者研究式的碩士 我就是選了售科式的碩士 但其實這一年是很搶的 我覺得還比我讀學士學位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年有分三個學期 頭一個學期就是九月至一月 第二個學期就大概是二月至六月 而六月至八月就是第三個學期 頭一二學期就會上課 而第三個學期就不會上課 那這個就是你要做一份發育的論文 或者你可以選擇做一份project 而且我們每一個學期都有五課 除了要上課之外 還有一個seminar要上課 時間方面也是講得很密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麼多 這些問題也是大部份考慮去英國讀書的朋友 經常會問的問題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還記得我一定要subscribe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呼吸 感谢观看